美的环境 具有提升我们道德和精神的力量 校园环境无疑是构成大学教育的重要因素 而其中的园林和建筑 对生活于其中的人 有潜移默化的美誉效果 清华园有1000多种植物花卉 在校园林科的支持下 从2012年开始 我们尝试用校园的植物和仙间花来插花 那么新闻已传播学院所在的鸿蒙楼 是一座历史的建筑 楼门厅设计有一个平台 二层楼底口有一个院标窗台 那么我们就用插花来装饰这两个空间 采用不同季节的校园 石令植物和花卉和鲜切花的配合 来进行创作 逐步的做到了每周一次 每一周都有新意 那么一年下来 植物花卉四季的变化 就在我们这个公共空间里面 优美地呈现出来了 我们知道啊 北京的盐冬呢 户外绿植非常少 所以长余的松柏呢 是盐冬的代表 带着松果的松枝 修剪以后 那个枕叶散发出特别的香味 就松香的味道 松与竹梅变成碎寒山友 挺霜而立 京东不雕 象征着长青不老 囚禁的枝干 透着坚硬的质感 这种松呢 与百合 符朗 玉金香等娇柔 绚丽的花卉搭配在一起 就能形成刚柔相继的画风 其次呢 作为绿梨的小叶黄阳 也是冬季插花造型的上选 往往一小枝呢 就能表现出密林的丰满感觉 如果我们注意观察冬季的落叶 万木或者是桥木 枝条上的叶蕾和花蕾 它都会逐渐地冒出来 就有一股孕育春天的力量 这个时期 用没有叶子的枝条 和鲜切花卉搭配在一起 更显出蓬勃的生命力 当然了 辣梅在百花凋令的龙冬战雷 是最有代表性的冬季的花卉 它豆寒傲霜 被古代文人雅士 奉为花中的四君子之首 象征着高洁坚毅的品行 是中国特产的传统观赏花木 也是冬季最名贵的插花素材 辣梅花金黄丝辣 银霜傲雪 手碎冲寒而开 酒放不掉 比梅花开得还早 而且香气浓 艳而不俗 那么其中的树心辣梅呢 它的花被片纯黄 就纯黄色的 内轮接近纯色 就是一个纯色的花 这是我最喜欢的辣梅 花朵比较大 而且香气也比较浓 那么我们可以选用红色的石榴桃瓶 用一支树心辣梅 配上一朵花边郁金香 这样色彩一下就特别的亮丽 造型也特别清雅 清香弥漫 使人感到这个 忧香测骨的感觉 心旷生意 那么除了塑形辣梅以外呢 还有一种叫 心口辣梅 它的外轮的花被片呢 是淡黄色的 但是内轮的花被片呢 是有红色的花边和条纹 这种花朵呢 也比较大 香气比较轻易一些 当然了 辣梅汁也可以与其他的花材 配合起来使用 往往缺满花蕾 或者绽放的辣梅汁条呢 它的造型比较优雅 它可以与浓郁的百合花 相得益彰 同时辣梅呢 与郁金香 辣梅与松枝 红果等搭配 都是绝好的组合效果 北京的春呢 来得比较晚 进入三月份 那么叶梅和花蕾 才开始膨胀 这个时候 带着叶梅花蕾的枝条呢 是插花造型的首选 虽然没有叶子 但是呢 上面有很多小包包 那么插花一周 往往插了一周以后呢 有的枝条上那个小叶梅呢 就能发出小叶子来 当然春风一到 很快的各种石林花卉 都会争相开放 首先是杏花桃花 然后呢 是热情的一种花 你觉得扑面而来 很快一下 全都绽放了 还有呢 比方这是 娇柔的红花麦里 还有呢 是垂直海棠花 还有蔷薇花等等 一波一波喜来 满园春色 叉指咽红 另外呢 这个校园刚刚挂过的茅桃 以素雅的蝴蝶兰 黄百合 康乃兴 乌旺我等等 可以一起来装点春天的丰富多彩 中间呢 我还加了几只这个野麦碎 把它放在中间 使整个造型呢 更为立体流畅 那么这一周呢 我们采用的是鸢尾 那么鸢尾呢 它具有翠绿的金叶 它上面吞托去啊 这个鸢尾的紫色的蝴蝶一样的 可以高低 一高一低 一左一右 进行组合搭配 那么无论是造型和色彩呢 鸢尾都具具表现力 那么鸢尾下面点缀的小黄花是什么呢 就是叫抱紧苦麦菜 是四月底遍地的这个小野花 这个小野花呢 它既丰富了整体的层次感和色彩感 然后也平添了很多的野趣和生机 又过了几周可能 这是珍珠梅 那么珍珠梅本身呢 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 它密集的花朵 像一里一的小珍珠 它的叶子呢 是相对而生的 极具规则 花和叶子随着柔软的枝条 向上向下延伸 勾露出嵌力雅致的身影 那么这样的话 传达了一种安静 安宁甜蜜的心情 火红色的花旗呢 又提亮了整个作品的色彩 就是白色的花 绿色的叶子 红色的花旗 色彩感非常强 还是这个红色的陶瓶 那么这周呢 我们采用的是白色的爆瓦丁香 它的花呢 有点像珍珠梅 但是香气特别浓郁 叶子不一样 当然又是一番不同的意味 进入六月 正是竹子拔节的季节 那么这周呢 我们采用的是一个椭圆的花旗 像一片黑土地一样 用这个刚刚拔节的竹子 就使用竹笋 竹笋插上去 有破土而出的感觉 那么它向天空伸展 表现出一种君子不屈不饶的气节 百合呢 具有扩张的色彩 跟这个竹子比起来 吊栏呢 它比较柔和 然后它具有曲线感 所以呢 这样直线条和直线条的竹子 就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 那么这样不同元素相互的衬托 表达出一种天地人 和谐统一的意味 过了一段 仙人的竹叶展开 这又是另外一种婆娑风情 竹叶的顶部呢 三片叶子都形成一个个子 两个个子呢 并列就是一个竹子 而我们知道扬州的个园 就是以竹石为名的 个园的名字就圆住一词 所以中国人喜欢竹子 这种情趣和心智呢 都蕴含在里头了 因此呢 用竹子 不认是这个竹笋 还是竹枝 还是竹竿插花 都有很好的意象 进入夏季以后呢 清华园的花儿 更加蓬勃旺盛 这个有代表性的 就是菊鱼 开满了整个园子 热烈的色彩 披增性的花瓣 使其成为 很好的装饰性花材 那么当然 局域的搭配 范围非常广 比方说康乃馨啊 百百合啊 以及各种枝叶 花果 都能搭配出 很好的效果 七月是毕业季 我们这一周呢 选用的是马蹄莲 马蹄莲的季呢 光洁漂亮 我们采用一个 白色的缎带 扎在中间 把它立在圆盘中间 就形成了一个 既清雅又稳定的 立足锥体 前面呢 留下一个出口 那中间呢 可以把高高低低 鲜亮的菊鱼 穿扎在旗舰 在锥体中间 那么这样呢 就形成了一个 毕业之门的主题 象征着青春靓丽的 雪子们呢 将走出 校园的金字塔 黄色的菊鱼和剑蓝 百合搭配 那这又是另外一种景象 这个时候表达的是 毕业季热闹的气氛 到了夏末 青色的桃子挂满枝头 还有微微泛红的石榴 也变得沉淀淀淡 棺果的枝条呢 从花瓶中斜斜的伸出去 向外扩张 甚至呢探身向下 这也正是 桃里满天下的意象 所以还是 毕业季的意象的表达 到了秋天 春华秋时 转眼已经到九月入秋了 海棠果放红 柿子树上呢 也挤满了青色的小果 那么西服海棠呢 是海棠中的上品 它的树枝优雅 花形是极 树有花中神仙之雅称 入秋以后呢 果实累累 颜色如烟子般 惹人恋爱 海棠的花和果 皆是插花的佳品 春天我们可以观花 秋天呢可以观枝 观果 可以平插 也可以用水盘来造型 海棠与百合 黄玉菊 非洲菊等搭配 就烘托出 秋季防盛的景象 柿子树呢 是北方常见的绿化造极 植物 初秋呢 青色的果实 尚未成熟 所以它的姿态呢 小巧可爱 取两三枝 修剪成树密相间状 然后斜斜地插出来 就可以展现出 果实的青色感 那当然自有一番 成长中的意味 另外一种花材呢 是向日葵 当然向日葵呢 比菊鱼更加大方热烈 质地呢 也更为坚实 由于这个 向日葵的色彩呢 鲜明 花盘也比较大 所以在插花的时候呢 往往一两朵就可以了 它常常与小型的花卉搭配使用 那么这里 无论是海棠果 还是小菊花 都已经成为向日葵的点缀 菊花的品种呢 也特别多 色彩丰富 是秋季代表性的花卉 菊花与梅兰族 并称为花中四君子 又被誉为花中的饮饰 桃园明的采菊东临下 悠然见南山 莫好然的 带到重阳日 怀来救菊花 都是描述了 对菊的喜爱情怀 那么我们采一种粉白的粗菊 以发红的七叶树枝搭配 就可以呈现秋意见浓 金银忍冬 只有到了秋天 才会露入我们的视线 秋后呢 红果坠满质感 小巧可爱 在绿叶的衬托下 玛瑙式的金银剔透 鲜艳独目 而且金酒不掉 那么这周呢 我们选了一种U型的 花器 两个一组的 一身一钳 将燕黄的菊花 与忍冬搭配 然后等到忍冬的叶子 落光以后呢 你看我们可以看到 红果依旧 然后这个时候呢 再配上百合 玫瑰等鲜切花 对比之下呢 更能够红涂出秋意 更浓的异象 新花园的秋天呢 总是以满地的鱼杏 作为华丽的收藏 鱼杏呢 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 银杏秋黄 好似的蓄日融金 我们选了 长枝的银杏树枝 与浅色的雏菊 插在柱形的花器中 银杏长长的枝条 向远方伸展 台面上 撒了几片落叶 实际上是刻意地设计 表达秋风吹落仪性的校园石景 当然了 如果能在撒满黄叶的路上漫步 是非常美妙的体验 但是呢 非常遗憾 第二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插花台面上的叶子呢 就被我们这个楼道的宝洁阿姨 打扫得干干净净 比较凑小的是呢 这其实也是我们校园路面的石景 我们一般是没有机会 走在落叶的路面上的 每到这个时候 我总是觉得非常的遗憾 一种方式呢 我们是在开车 堵在宽阔的柏油路上 另外一种情景呢 是漫步在铺满落叶的小径上 那么这两者呢 是对立的吗 有的时候是 但是呢 我觉得也不完全是 就看你每个人 怎么在这两者逐渐 长到平衡点 转眼呢 冬天幼稚 秋收冬长 万花凋零 成熟的冬青果 一枝独条 为枯冬 蒸了几多亮色 这周呢 我们采用了一壶茶 几支杯 邀好友 品云论道 坐等新的一年到来 就这样一年四季 每当进入院馆 一品插花总会让人眼前一亮 就如有人在问候 老师您好 同学您好 现在这个公共的空间的插花呢 已经成为新闻学院的一个标志 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普遍欢迎 每期的插花作品 我们还会通过青花道的微信公号推送 同时呢 也普及插花和花卷的知识 当然也欢迎大家扫描关注 我计划用青花园的四季植物为主 完成四季青花的系列插花 一期一会 每周更新 那么这种公共空间的插花装饰呢 就不仅仅仅仅是自愿了 更要考虑公共空间的环境要求 比如说空间的大小 公众的需求等等 因此呢 也就引入了插花设计的概念